大家好,歡迎收看天鵝不止開箱,我是兔子 你看今天就是桌上滿滿的東西 那就知道我們要來一個就是系列大介紹 大家看到現在桌上都是天鵝堡目前出的卡灘島的相關系列 有獨立遊戲也有擴充 因為很多人會問我們說我到底應該怎麼樣選購卡灘島 或者說怎麼樣入門或是怎麼樣擴充 所以我們今天就一併的用一支影片來介紹一下 我們所有卡灘島你應該要怎麼買或是說他有什麼樣的特色 首先第一步當然不用考慮就是卡灘島的基本版 一切的一切都從這邊開始 你還沒玩過卡灘島的話從這裡開始就是你最基本的選擇 這邊我們看到有長條形的擴充 這個是五到六人擴充 只要加上了這個 那卡灘島就可以從原本的三到四人遊戲呢 變成就是可以供五六人一起遊戲 所以說如果說你想要玩更多人次卡灘島的話呢 那你就需要基本版加上這個五到六人擴充 再來 海洋與騎士擴充 那這兩個呢是大家應該最常玩到或看到的擴充 海洋擴充呢它有額外的劇本就是不同的放置島嶼的方式 它裡面設置了一些跟原本基本卡灘島有一些不一樣的得分以及獲勝條件 我們叫做劇本 那騎士擴充呢 則是擴充了卡島整個的深度 那因為多了更多有可能可以攻擊別人 或者是防守城市可能會被破壞的狀況 那以及呢我們升級的時候呢 那城市會有一些額外的特權可以提供給每個人 如果說海洋擴充是擴充了遊戲的寬度的話 那騎士就是擴充它的深度 那但是不管如何呢 你每一個擴充大概都會增加每個玩家大約20分鐘到30分鐘的遊戲時間 所以說在你選購擴充的時候呢 要把遊戲的時間一併考慮進去 那這邊呢我們有海洋以及騎士的五到六人擴充 那要注意喔這個是在你的基本版已經有了基本和五六人擴充之下 那你要擁有海洋擴充以及海洋五六人擴充 你才能夠讓五到六人一起玩就是這個海洋擴充 那騎士版也一樣就是說你必須要先達成你的基本版有五六人擴充 你再加上騎士擴充以及騎士的五六人 才能夠五到六人一起玩你對應的擴充 那剛剛提到的這個基本版和這幾個擴充是全部可以混在一起的 那只是遊戲的時間呢會比較長 它會讓卡丹島呢從一個就是比較輕鬆的家庭遊戲 變成一個更多需要思考的資源調度以及交易方式的策略遊戲這樣 那再來我們看一下這個商人與野蠻的擴充 那這個裡面呢就是多了五種更改卡丹島遊戲一些基本概念的一些小東西 像我個人最喜歡裡面的試劍牌擴充 那它把卡丹島原本有些人比較不喜歡的骰子的部分呢變成了三十六張的試劍牌 對應了就是兩個六面骰會丟出來的所有點數嘛 這個試劍牌呢就是我們會洗牌之後用抽的 因為它是符合這個骰子的那個分配的關係 所以呢玩家在抽牌的時候呢那數字出現的點數就比較不會是依照運氣 而是依照就是整個那個排列組合像比如說七一定會在整疊牌裡面出現的特別多 那六和八其次 二和十二就一定會出現的最少 那因為呢它會每次剩下五張牌 當你剩下五張牌的時候你會把整疊世界牌再重啟一次 所以說你還是會有五個點數在每次循環中不出現 那這部分是運氣的部分 那所以說這個擴充非常適合 就是如果說你覺得你每次玩卡蘭島都被骰子欺負 可以考慮一下用裡面的這個世界牌擴充 那此外呢裡面也多了各式各樣的新劇本 還有其他改變遊戲的方式 那我個人的話呢是非常推薦 它也是可以跟就是前面的擴充全部合在一起玩的 再來介紹是這兩個 就所謂的擴充劇本 首先是那個寶藏巨龍與冒險者 它上面就是明白的告訴你說 它並不是獨立運行的 它必須搭配基本版和海洋擴充以及騎士擴充 它會告訴你裡面用到更多或是部分 海洋版或者是騎士版它裡面的那個不同的那個配件 以及它的機制 然後再加上這個擴充劇本自己額外的一些老師 讓遊戲的變化更大 最後呢就是這個卡坦島的騎士擴充劇本 你必須要有卡坦島以及騎士擴充之後呢 再來擴充到這個征服者傳奇 它裡面呢一樣就是會加上了一些那個額外的劇本 但是不同的是什麼呢 它設立了一個故事年表 也就是說你在玩的時候呢 就好像是看到了一個很虛構的卡坦島歷史 你從這個歷史當中呢 一步一步的怎麼樣去步步為營 怎麼樣去經營 怎麼樣去對抗就是外敵 然後最後獲得最後的勝利 你喜歡坐在桌上然後呢 享受一個長串的含有故事內容介紹的卡坦島的話呢 這個征服者傳奇我也非常推薦 它一樣這個劇本擴充 介紹完了就是基本版以及一些就是它的擴充之後呢 我們現在來介紹一些獨立的系列 那首先就是這個卡坦島的旅遊版 它裡面呢用就是那個塑膠的棋盤 以及一些就是塑膠的棋子 還有就是方便的排擦 還有就是永遠不會弄掉的兩個骰子 它是裝在一個盒子裡面 你可以搖一搖之後決定那個骰子的那個點數 它非常適合就是放在包包裡面帶著走 那因為它上面的那個點點是用卡榫的關係 所以說呢就算是在就是會搖晃的車上 它基本上也不容易把上面的配件弄掉到地上 就跟很多就是磁吸或是那種卡榫式的那個西洋棋 或是傳統棋類一樣 如果說你在外旅遊的時候呢 偶爾想要跟朋友 想要介紹卡坦島 但是又不想要帶這麼大一盒的遊戲出去的話呢 這個就非常的適合 那這個旅遊版它是沒有辦法就是做任何的擴充 而是各位要注意的東西 那再來是這個卡榫島的硬家崛起 它是一個獨立系列 那就是如果說你已經會玩卡榫島的話呢 你的學習曲線就會比較平緩 就是說你一下就可以知道它的這個遊戲的內容 但是就算你沒有玩過卡榫島 你也可以從這個遊戲開始理解卡榫島的基本規則 它有一個設置好的地圖之外呢 它最大的特色是 它會因為遊戲的階段不同 然後呢讓你的建設慢慢慢慢就像文明摔落一樣 所以你在上個階段建設的一些就是城市啊文明啊 你在下一個階段如果沒有去照顧的話呢 你可能就會因為就是時間的過去 然後導致這個文明的毀滅 那這部分呢也因為你原本所佔的那個文明消滅的關係 而讓其他的玩家有機會在新的地方擴展它的疆土 我個人覺得說它在遊戲的過程之中 很完美的考慮到了就是後追的機制 那所以這款硬家崛起的獨立遊戲也是我很推薦的 那注意哦 這個獨立遊戲也是不能夠和其他卡榫島系列一起玩的 最後是介紹兩個合集 首先是這個卡榫島的25週年紀念版 那它裡面呢有一個就是只有它有的那個 伊比利亞半島的地圖擴充也會有一些特殊的 就是跟基本規則可能不太一樣的 計分以及獲勝的條件 那裡面呢還包含了就是整個的海洋擴充 還有另外一個地圖劇本就是夏威夷 因為是基本版的那個同款嘛 所以說呢它只是包含了海洋擴充 你如果之後想要再擴充騎士擴充的話呢也沒有問題 各個五六人擴充也可以跟他們一起進行 最後呢是我們這個壓軸 就是卡榫島的大合版 它裡面呢包含了就是基本版和卡榫島的五六人擴充 以及四個卡榫島的劇本擴充 再加上卡榫島的骰子版 骰子版是一個獨立的遊戲 並不是說你可以拿新的骰子來丟這個卡榫島的那個內容 並不是它是一個完全的獨立遊戲 那原本是單獨售賣的 再來就是它劇本裡面呢多了這個好幫手和好朋友的擴充 玩家可以在就是遊戲的過程之中呢 利用資源去求得這些朋友和幫手的幫助 他們會帶給你一些就是額外的好處 之外我們還可以就是再加上其他卡榫島的就是這個擴充系列 來一起進行遊戲 那這個很適合呢就是喜歡卡榫島的朋友們 收藏或者是說在家裡面 常有人數較多的人一起進行一整個下午的就是歡樂時光 好那希望剛剛的介紹呢可以讓大家稍微釐清我應該怎麼買 或者是說我現在還缺哪一個卡榫島的系列 那麼天鵝不止開箱我們下次見 好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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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看